柚子好甜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柚子 一整个山都是 这次来录节目 他真的干了很多第一次的事情 我跟你们说了 他第一次吃茶叶蛋 你还有什么没吃过的 茶叶和蛋都吃过 王子和臭豆腐你吃过吗 臭豆腐也是最近 好像不是那种 炸的是腐乳式的那种臭豆腐 他应该没吃过 腐乳就那样 要不要试 弄点窩头片 太霸了 只不过就是臭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极限挑战 我没有很明白 臭豆腐的这个乐趣在哪里 你想吃豆腐的质感 你可以去吃一个正常的豆腐 你为什么去吃一个跟豆腐正常 这那个质感是一样的 只是味道臭一点的 因为你不能直接吃 你只吃也能吃臭豆腐 哈哈哈哈 你要咱们来一个臭豆腐宴 哎 臭豆腐炖鱼 臭豆腐茶叶蛋 臭豆腐起司 臭桂鱼啊 这这一次性我们弄一个臭的晚宴嘛 对不对 对 我进来就带着两个耳朵 塞在鼻子里面 然后吃完就给 中国有句话叫嗅味相投嘛 吃完了你们俩就分房睡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小 regiment 我们将在鼻子里面